1962年台中建牧区升为台中教区 教宗若望23世任蔡文新建牧为首任教区主教 1986年王玉荣继任为第二任教区主教 2007年教宗本赌16世任命苏耀文为第三任主教 至今教区协同传教士在地方建设学校、医院等 为地方做教育、陪伴弱势和医疗服务有极大的贡献 4月23号上午台中教区在双十路法蒂玛圣母堂 举行60周年感恩圣祭 并由苏耀文主教主理 因为疫情的升温虽然限制现场参与人数 但这并不减少神父、修女和信友的热情参与 弥撒开始前 由教区秘书长及若望神父 攻读教宗方济各祝福状 教宗方济各祝致地奔寿教廷下福 给台中教区书耀文主教、神父、会士及全地教友 在教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 是一种灵性的灵性 灵性的灵性能力 in a changing world So the tradition does not become old It is ever new And it will revitalize Give new life To our changing world We hope that this celebration Will give more energy To the Catholic families To the youth We need more seminarians We need more religious men and women And we hope that the clergy The religious would also be revitalized 蘇耀文主教在讲道时表示 我们同心合一的祈求天主 在我们迈向与主合一成圣 及福传的旅途上 不断地伴随我们 我们也藉由圣母玛利亚的转导 如同陪伴在晚餐厅中的新生教会 配将圣神丰富的恩宠 特别借由今天教区60周年的庆典 给教区大家庭更多的恩典与福利 礼仪中 苏主教制正教宗降福壮 给近夺50年的教区神父 郑文孔蒙席 玛利诺会会士安德森神父 感谢他们在天主葡萄园内 常年的忠实服务 安德森神父代表玛利诺会来送念 来自纽约玛利诺会总部总会长 兰斯神父的祝贺函 祝贺函 远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并情长与你们同在 在领寿苏主教隆重降福后 众人欢喜地拍张大合照 喜乐的心写在他们的脸上 看得出众人 无不满怀信德地回到信仰中心 在圣神内合一 月贤主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